各位现场的媒体先进各位网上看直播的线上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湾基金要举行非观论文学经历台湾危机同岛一命记载会 那因为台湾地方大选即将在11月举行 然后中国的20大也即将在10月16号召开 随着中美新冷战局势的演变 世界局势牵动着台湾的地方大选的政局变化跟影响 然后最近这几天 正是这几个月 国民党跟民众党设定的选举议题 不断的在操弄跟炒作 学历至上主义跟文凭主义 那对于台湾现在的国际局势的定位 以及地方政治可能受到国际局势与中国势力的影响 却不见辩论 那台湾基金为此甚感忧虑 如今包括欧洲与西方社会都逐渐正在政治抗中的议题 甚至成为各国选举的重要关键议题 那台湾现在面临中国迫在眉睫的统一进程威胁 国际地位因此而逐渐的提升 因此呢台湾基金今天在举行这个记者会 希望能够透过几位学长技嘉的候选人 跟学者老师宣示拒绝蓝白两党操弄二职的选举议题 然后来更进一步的公开 未来台湾基金要进行的行动跟诉求 那我们先请高雄医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性别研究所退休教授 陈丁芳老师他也 各位媒体还有各位在直播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好 那个我们今天是要特别来讲 最近轰轰与与闹了乱七八糟的关于什么学历至高 还有这些什么了不起的什么自称为学霸的 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是非常反感 因为2022年底的选举到现在也没有几 就是大概是八九十天而已 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来好好谈这个社会政论 那我今天是在这边特别要跟大家说 我们这边坐在这边的四位人的学历也都非常好 但是大家都没有把这些我们的博士学位 我们的教授地位 我们的什么什么的地位拿出来说嘴说 我们是多么了不起的人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是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关心的公共议题 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那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柴切尔夫人的接班人叫John Major 他就是当柴切尔退休之后就是他当首相 但他就只有高中毕业而已 但是他的对手工党的领袖Neil Kinnock 也只有高中毕业 所以在英国那个年代 大家在乎的是你有没有实际政治的经验和历练 而不是在乎你有没有什么学位 到现在为止英国只有50%的人上大学 而台湾100%的人上大学 所以台湾的教育水平高 但是不是表示我们真正的会关心到 社会的一些议题呢 所以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一种 浪费人民的时间 浪费媒体的版面 浪费大家关心的经历 全部在谈哪些人的学位怎么样 哪些人的论文是作假 因为我在大学教书 我们都教过在职专班的学生 其实20多年前 有在职专班制度的时候 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不希望高等教育是被少数 只会考试的那些人占据 我们很希望有工作经验的人 能来进修做在职专班 但是因为校园自主化 所以就没有办法任何对 指导老师有任何控制 那我举个例子 我们高雄 高雄有一位现任的市议员 国民党的现任市议员 他的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 因为我们硕士论文三位口试嘛 一位除了是他指导老师之外 有两位是谁呢 一位是 侯彩凤 也是市议员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学历 另外一位是当年韩国瑜被罢免的时候 跳楼自杀的议长许坤源 这些人会去做他的论文的口试委员 说明了指导老师没有认真对待学术 没有认真要求论文的写作 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政治利益的交换 因为这位写论文的硕士学生 在职专班的 他是市议员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指导老师需要尊重 好 学术的这些东西 那么 我想再讲一个就是说 台湾的选举这么重要 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 那我先介绍一下 我左手边的杨欣怡 她是什么呢 她是台大社工和外文的双学位 而且还公费卡到 去Lancaster 英国Lancaster 拿到一个社会学硕士 那我们最右手最右边的呢 是我们在台南的候选人 吴一杰 他是台大心理系毕业 也是台大心理系的硕士班学生 心理系很难考啊 大家都拼命的 钻着头去考进去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意思 大家从来没有仔细 听过我们的 本党的秘书长 秘书长是做 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的 哲学博士 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佛教的认识论 佛学的认识论 这个抽象的东西 当他完成他自我成长 和学术追求的梦想之后 他回来直接进入政治领域 去学习各种实际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这才是公共知识分子 该有的形象和表现 所以我想各位 台湾基金是一个非常认真 绝对不会只是在乎一些 虚有的民意 我们脚踏实地 希望把我们的知识 能力 对台湾的民主 做出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令方老师 接下来我们请台湾基金秘书长 王兴焕发言 令方 欣宜跟一杰 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线上观看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台湾基金的秘书长 王兴焕 我还是比较习惯 这样子自我介绍 比赛其实是 我们知道主导节奏的人 会赢得比赛 选举也是 掌握议题设定的人 能够赢得选战 但是这个选举议题的设定的目的 除了赤裸裸的权力竞争 是不是也应该要对 整个社会共同体的进步 或是沉沦有一份责任 我们看到从7月初开始 这个选战 从论文到绯闻 台湾的政治议题 或是这个选举的议题 始终都没有聚焦于 这个即将要来临的 攸关台湾共同体生死存亡的 大变局 是怎么样的大变局呢 许多战略学者研判 在习近平即将要透过 10月的这个20大 中共20大登基之后呢 中国将进入 5年并吞台湾的备战启程 那么我们再看 中国在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的言论 以及出版中国共同党与祖国统一这本书 都显示出未来的5年台海式兵凶战位 而现在呢 随着这个美国 美国积极的防堵中国的扩张 美中的新冷战时代也已经揭幕 美国不只在法治面 进一步的挺台湾 更以反过去的这个战略模糊 变成战略清晰的抗中保台 那除了美国还有日本 从印太战略到美日安保 日本也明确宣布 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那么欧洲呢 也不再一面倒的 对中国同情 或是利益妥协 今天友台的欧洲联盟也已经形成 所以这是最凶险的时代 也是最充满希望的时代 凶险是中国准备以穷兵毒物的方式 解决他们所谓的台湾问题 但是充满希望的时代是因为 今天也是美日欧洲各国 也有也用前所未有的力道 对台湾表达相挺 那所以呢面对即将到来的 关系到台美中关系变化的 这个大变局 台湾社会是否有一种迫切感 要去了解 这个大变局所涉及的 主权 经济 社会 文化 伦理 各面向的挑战跟取舍 并且进行必要的政治抉择 但是到目前为止非常遗憾 台湾的选战 这个应该要把 重要的政治议题付诸讨论的场域 却充斥着 不知精细是何系的 八卦新山道德论事 我们先不说与台湾共同体存亡有关的这种严重的事情 法人问津 就连我们一项标榜的要进行民主深化都变成了笑话 哪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举国大选不问政策 而是问匪文跟论文 我们知识分子所为何事 以知识介入政治 应该要展现的是知识的专业高度与格局 而不是卖弄学历 这是最廉价 最没有知识含量的社会说服 如果真的有学术热忱 就应该要在论文风波的时候 检讨学术商品化的问题 而不是打击一击完以后呢 这个学界的乱象 然后又数字高格 从7月初 论文的事件延烧开始 到现在的这个绯闻啊 声势啊 充斥的这个政治版面 我们台湾激进 始终坚持在选战中 讨论对台湾的生死存亡 最迫切最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们纪念李登辉与安倍晋三 我们呼吁转型正义 我们抨击海峡论坛 我们主张深化台美关系 我们迎接斐洛西对抢统促党 我们抗议夏立言田中 我们在县市长候选人登记的时候 遍地烽火 直问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们抓台坚挺国防 我们全党签署 捍卫台湾决部逃闲的承诺书 我们检视地方政府的民防预算 然后我在这边宣告 我们要在10月1号 中国的国庆 刊登同岛一命捍卫和平的宣言 并且要从高雄出海 然后赴小琉球的海域分烧五星期 台湾政治抉择的这个关键因素 应该是台湾与美国中国的距离 应该是台湾争取一国之独立 还是要屈膝于中国 而不是由论文与绯闻来决定台湾的未来 那么这就是台湾基金作为一个小党 却在一片掩如小暴世界的选举战场 始终坚持自己选战路线的原因 以上谢谢 谢谢秘书长 我们接下来请台中市北屯区市议员候选人 杨欣怡发言 各位在场的朋友 各位在线上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北屯区市议员候选人杨欣怡 那今天来到这边 先跟大家 刚刚我们秘书长有提到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一个有学术热忱 或者是有学术关怀的人 应该要做到什么事 今天非常巧 也是天文献象木星冲的日子 这是60年来 木星跟地球最靠近的一次 在占星学的角度来看 木星的特质跟今天的主题 其实很吻合 所谓的学术探究 是一种精神的富足感 并不是拿来碾压别人 个人炫耀或歧视别人的工具 真正能够探索木星的 这个精神富足感的高等教育 文化学习 学术探究跟专业进修 其实是我们看待候选人 最重要的特质 而不是表面上的学历而已 最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要能够把知识 内化成智慧跟实践 并且以这一个初衷 作为我们推动所有公共事务的 最基本的原则 那回到除了学历之外的其他资格 我杨欣怡作为一个两度参选 以及每两年行使一次公民权 投票权的亲子家庭来说 我对候选人的期待都一样 我也是这样看待我自己 你必须要能够听见选民 你必须要能够看见选民 那我们住在北屯 是一个怎么样的选民呢 我从英国回来定居在北屯 我有三个非常年幼的孩子 我因为他们关心教育 关注环境 担心空污 担心战争 简单来说 要让我这样子一个选民 投得下去的候选人 必须要能够回应 以上的关怀跟以上的期待 能说成五个字啊 我觉得全台湾的候选人 都需要具备全新定义下的 温 良 公 减 让 这前面三个原则 其实都只是一般性的做人的原则 温和的提出自己的政见 有温度的规划自己的城市愿景 而不是靠着嗜血 泼脏水 抹黑这样子的口水战 来污染我们选民的眼睛 跟侮辱我们选民的智商哦 那在良的部分 秉持着良心 秉持着良知去做事 不要像泄密的中科院院士 或是附中听讯的军事高官 那公的话 其实关心公众利益 而非满足私人利益 具备能够被公共检视的这种实践能力 也是候选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最后两个字 是我想要多花一点篇幅 跟大家分享的 简啊 这个字是孩子 我们台语念作 就是小孩 这次也是 我最想要跟全台湾的候选人 不论你参加哪一个层级的选举 我们都必须要能够为下一代做对的事 联合国大会在1989年底就已经决议通过儿童权利公约 台湾也在2017年由总统宣告生效 台湾作为一个人权利国的国家 现在又面临扫子化的危机 本来我们是最需要 也最有这样子的焦虑去符合 或者是去看待儿童的各种权益的 但是即使儿童权利公约已经入法 却没有具体的作为 以台中来讲 我们台中一向都是儿童招虐 不当体罚 教师失职的新闻频传的一个城市 最近还有前居人国中的校长 权势性经的案件 目前代职参选的卢秀燕好妈妈市长 却消极处理 并且间接的保护加害者 无视学生跟孩子的权益 一个合格的候选人 一定要是能够关怀儿童群 倾听孩子声音 守护孩子身心 拒绝伤害孩子的一个候选人 最后一个字啊是让 每一个站出来的人 包括我 包括全台湾接近24个候选人 其实我们站出来 都是在叫那些我们觉得不够格 觉得糟糕 觉得不能守护台湾的人 你们就去旁边休息 你需要扭着 让我们来 让愿意承担的来 让能够专心做事 能够认真做事的来 最近啊在台中的 好名文化行动协会 有一个实名的展览 摄影展 欧阶萨有一个句话 我也想要跟全台湾的候选人 共同来变你 我们先做一个好的人 再做一个好的台湾人 再做一个好的台湾人 做好选人啊 做进动 做社会工作 做政治工作的人 我们都先做一个好的人 再做一个好的好选人 谢谢大家 我是北团区的杨欣怡 谢谢欣怡 接下来我们请台南市 永康区市议员候选人 吴依洁发言 大家好 我是台湾基金永康市议员候选人 吴依洁 在选举期间呢 台湾社会呢 其实很容易受到 政党的媒体操控 落入呢 雪栗问题的泥沼 缺乏中心重要议题的讨论 那在这次的中心议题当中 其实有一项 就是对于台海关系 以及台湾国际地位发展的走向 那台湾基金呢 想要透过此次的记者会 想要再次的唤醒大家 抓回核心议题 让政党设定议题的效能 能够再次的启用 拒绝蓝白两党 操弄遏止的选举议题设定 那台湾基金认为 线下时机应该要因应 国际趋势跟脉络 让中心政治议题的焦点 要拉回到一羽国家 未来发展的轨道上 那包括近日 意大利首位友台的 女总理胜选 然后美国国会出审 通过台湾政策法 甚至乌克兰国会成员 提出邀请呢 国军合作的研究 那台湾虽然面临 中国迫在媒介的 统一进程威胁 但是国际地位呢 却是前所未有的提升 那台湾基金认为呢 目前呢 国际的卖动趋势 我们应该要再次对台湾的社会 提醒声明 我们对于国家定位 以及台海和平主张 借此呢 来去导政 南北两党呢 带起的政治歪风 我们认为台湾对外 应该在国际关系上 积极的响应 国际围堵 中国扩张的连线 然后强化国际支援 那首先呢 政府应该借此时机 进一步的设想跟讨论 如何透过近日台湾国际地位的提升 还有国际关系的友好 来去对外增强联系跟合作 那再者呢 应该对内要让全民呢 加强国家共同体的意识凝聚 然后在各方面自强 增强辨识呢 抵我的武装防备 并且呢 应由政府成为主导的推手 来去提升国家国防民防的品质 那我们对内的诉求呢 不仅是中央部会 连地方呢 都应该对全民国防设立专责的机构 此外也应该要思索 和地方民防组织 紧密合作的可能性 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 发挥总和的效果 第一我们认为 地方政府呢 应该要依全民国防教育法 立即采取行动 落实全民国防 那第二 市议会呢 应该要配合市政府编列 全民国防教育专责机构相关预算 对未来无论是侵略 或是重大灾难等等 可能性呢 去未雨绸缪 让各个地方的部会 还有民众呢 都具有减灾 还有恢复基础设施的能力 那在此呢 特别重申 编列日算的 全民国防教育呢 必须是有扎实的课程 还有实质效益的 并非如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为敷衍了事而提的 投机取巧是 应凑时数的教育训练中心 那第三 根据呢 民防法 那县市首长呢 应该是当地的民防总队指挥官 在急难呢 还有战时的时候 要由首长作为统筹指挥的角色 对于避灾减灾还有备战 都是处在呢 最核心的大脑的位置 那此处呢 就可以以 乌克兰市长带头应战呢 来观察做出最好的印证 那这边呢 也要提醒大家 要胜选呢 我们担任市长的人选 例如中国国民党 台南市长的候选人 谢龙介 这种不断向威权主义低头 未战先祥的人呢 是没有资格来去担任 地方首长的职务的 最后呢 我想要以一句句话来去总结对内的施行措施 那就是全民备战 公职带头 台湾激进全体候选人呢 也以此作为此次地方选举的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 那我们24位候选人呢 也在9月8号的记者会当中 向大家见证了 我们都签署了 捍卫台湾绝不投降的承诺书 那西纪呢 透过此次的地方选举 这种呢 台湾激进入到市议会 可以从地方开始为台湾打造更稳健 更健全的民防和国防的基础 好谢谢一杰 那那个记者会的最后我们站起来 那个大喊个口号 那个四位请拿个背板 然后我念一句 请大家跟着我念一句 台湾激进议会 台湾激进议会 抗中护台我们先走 抗中护台我们先走 莫以学历论成败 莫以学历论成败 中国清台转头空 中国清台转头空 全球抗中潮流 全球抗中潮流 台湾首当其冲 台湾首当其冲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